这一场战场 身穿蓝色灌篮衣服的就是 黄金迷你小车轮队 绿色灌篮球衣的就是三分围队 比赛开始 好了 一上来阮吉娟在中间的位置 翻枪球到左侧这一下 球差点没拿好队友 看看中距离江树 张帅这个投篮有点帅 2比0 张展宇拿球传给张楠 张楠被包夹 传球给到蔡晨被展金轩给断掉 一上来先得分的一方 果然气势不太一样 又是张帅这下对抗之后再出手 短了 这个也展示了黄金 在防守身体方面一个很好的展现 双眼 走 看看掩护 这一次张展宇看看有点犹豫 内线 两位大客刘一涛 蔡晨 蔡晨这一次出手太长 里面一个 看看回过来之后 这边也是内线有优势 张电良突破分球给到内线的黎章林 打击黎章林将球打进 4比0开局 来自黎章林 外轮4比0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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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防衣防衣 连防连防 不敢叫低位 没事 打不了 这一次 刘一涛 面对 蔡晨这边没人防 可惜蔡晨这次没打进 但是刘一涛抢到篮板球 刘一涛再来 2米10的身高 防守时候找人快一点 也是在篮下 在这样的近距离 隔分的方式非常的容易 看开 打不了 而这边也是要来打低位 漂亮 张电良 今天这一场 必定是两边内线球员的直接对话 和一个超高水平的较量 走湿出了就得跑回来 从中 他们体隔大 这时候移动慢 牛角 走走走走 转球 蔡晨能里能外 这一次来 improvement 看看运气差一点 投的短了一点 打他脚套 球权交给对方 蔡晨 把球传过去啊 你不要顶着头啊 6比2 外轮的球队领先 6比2 这场比赛的节奏会比起上一场稍稍的慢那么一点点 两队更快 再要在内线去形成一个对抗 看看王晶这次假装球之后 中距离 金野两分稳定输出 这场比赛展现就在一个稳定 6比4 3分位队 3分位队 落后两分 现在 这下 阮庆轩差点被抢断 看看在往里 10秒进攻时间 对抗之后 上下步 漂亮 这球阮庆轩给我们展示了出色的后卫脚步技巧 聪明阮庆轩 蓝队领先4分 而这边看看张南南哥 南哥11 队友在往里 这下第一位来揪 只要我们不能抵护到门就抢了 蒋帅这次眼睛手快 断掉了传球 蒋帅帅带到前场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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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帅这次的传球 没有人反应过来 张电良完成结束 12号张电良 王晶明的小车轮 领先至6分 他感觉要翻车了 他看着怪轮顿不小 我跟你讲都是玉面杀手 我跟你讲 可能我们也是轻敌了吧 当时就感觉 这肯定是很轻松的那种 没有做好这种困难准备 所以就一上来 被别人打一个 就要措手不及吧 对于这场在比赛开始阶段的展示 明显在 外轮教练这一方 需要把比赛的节奏带快一些 看看蔡晨 这次胡锦不投过度一下 今夜的三分 命中 王晶连上五分 老将出马 一个顶两 打手紧张一点 10比7 两队相差一个三分 现在篮方 小车轮队 王晶比你小车轮队进攻 看看第一位 这一次一个两分球 头长了 篮板球下来之后 张展瑜示意队友 稳定住节奏 刘教 张展瑜 刘异涛同来自中南大决 这一下对抗之后 找一个掩护 漂亮 这一下两位队友的配合 篮下 对抗 好的 今天说就是在内线队员的直接对话 连轻轩 走下线 他不投篮 走下线 OK 10比9 两边一分差距 蓝色一方 小车轮 王晶连小车轮领先一分 大概 阮静轩 在交球 很好的例外里 黎张宁 漂亮 对于黎张宁来说 这个距离放大头 就像训练一样 有理有爱 十三比九 蓝方领先的四分 再给中间 蔡晨 小心 蔡晨咋的了 大赛有点转 鼓励一下两位 蔡晨还有安于鹏 蓝队换人 奖帅下场 换上阮力成 砸蓝先走走 等一下 第一发中 十四 十三比十 可惜了 蔡晨这次罚球没进 两发一中 现在还是三分的差距 钻石 郭执导的队伍 领先三分 现在场上身穿绿色球衣的三分威队 朱总的球队落后了三分 看看我们这次的防守 而这边进攻 阿云鹏 应用掩护之后 看看阿云鹏的选择 自己强硬往里再转移球 这下让队友有点困难 三秒进攻时间 必须投了 张电良可以啊 张电良 这下做了一次巴子比特压少出手 什么东西 十五比十 开车的传球差点被断掉 差点被断掉 差点打了 联防 联防一一过来一个 可以说在一开场的六分钟内 比赛低节过半 蓝方这边郭爱伦的球队一送百次 而这一次防守下手是犯规了 换人 朱总举牌要身体换人 搞什么 王姐峰上场换一下蔡晨 最松的就是你 最松的就是你 打什么玩意儿呢 全球失误 防篮不进 然后抢投 拳都没有做好 你进攻太随意了 这样的球员 我觉得你 你根本就是没有把你的这个胜负 去认真对待 十五比十 下了下了 今野给到张展宇 张展宇 找到自己在大学的队友 留一套 来回的两次的掩护 视野非常不错 进攻时间只有三秒了 赶快出手 看看这下没有造成万规 但是队友还有机会 二十四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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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打得太慢了 老的这边打得太慢了 放手 过去到球队 防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次二十四秒 好 现在获得继续扩大比分领先的机会 十五比十 他们领先着五分 这一次 安云鹏 零号 面对王晶 张展开 张展开 李晓琳在低位的一对一吸引包夹 转移球 这下很关键 先阻挡 先阻挡 太小了 太小了 放手 走 没事 没事 十五比十 来来来来 让林轩 转移 李晓琳刚才头中过一个 再来一个 那又怎样 你放我头我就要连着进 李晓琳在今天三分线外表现出色 一位内线队员在湖顶的下伤力如此的恐怖 他是比赛形成他的选手多一些 都觉得他今天表现真的非常不错 给球队做出很大的贡献 可以啊 我觉得夹击还可以 没打完呢 没打完呢 这都没用 十八比十 张展愚一个长转 张楠拿到球 插中 击球 相互的穿到球 张楠看看回应球 短了 这边 阮静轩拿到篮板 看看后卫的推进 二号 阮静轩面对两人防守 强盖漂亮 这是明知山友虎偏向虎山形 比分差距扩大到了十分 打掌门行不行我们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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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比10 十分的领先 好 不热 我只是想让他们好好做防守 我觉得我们会有机会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打得这么好 确实出乎我意料 看到了换人准备了 我本来准备的是郭艾伦 这一看我得准备这边了 我觉得应该出队应该没问题 打太慢了 没有劲了已经 太慢了 倒倒不过来 劲了 防守紧张一点 我看不出你们在防守有什么 特别是你 我都说了 你首先你最松 先把什么 先把防守建立起来 防守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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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打几分钟 就得了20分了 是不是 换联防 联防的篮板下来以后 一定要反击 反击加快反击 这一局我们不守联防了 他们暂停了 我们守个盯人 半场20一 然后变盯人 传到脚 这点上去夹 然后这个人马上收中间 那点 这个后卫马上收这个后卫 明白吗 都明白吗 我们防盯人最后一句话 如果他们打牛角 咱俩内线和内线可以换人 要干啥是这样 明白吗 你们内线换人 我让后 我让后 好 暂停时间